这篇文章我觉得跟志工的同学有点关系 他的文章的标题是 在学校学程式跟在企业里面学程式有什么不一样 那这一点也是 我其实在学校里面也待了蛮久的 念到硕士 其实我硕士班一年级就我在外面工作 一直到硕士出去就发现有很大的不同 然后到了毕业出去之后发现有更大的不同 那这种在学校里面写程式跟出去的时候写程式真的差异蛮大的 他里面写的其实是其中几点 我们稍微看一下他说的差异 好那这个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所以他其实不是不是这边的 好 能看到 第一个不同点是 其实当你在公司里面的时候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写程式 那这一点跟各位学校的环境很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要测验各位就算我们不用比试 我们改用上级考 就算我们改用上级考 各位在学校所会写的程式也是像TQC之类的那种 或者是最近的那个那个叫什么考试啊 有没有同学去考 CPE对对对对对就那种给你 比如说一两个小时然后要做三题之类的 好那答对一题几分答对两题几分这样 好类似这种东西的话是在学校的做法 但是如果你习惯了这种做法之后 你出去你反而会觉得很怪 怎么我在学校即使那个CPU我三题都可以解得出来 好但是出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哎环境很不一样就算你三题都解得出来没用 知道为什么吗 好那举一个例子各位可能比较会有体会 不过各位还二年级而已对不对 在场都是二年级同学吗 有没有三年级四年级 三年级四年级其实有都没来就是 那二年级同学你没有一个经验就是 你们还没做专题 好各位等到你三年级的时候 一进去你就要开始做专题 那那个开始有点像在企业里面写程式 各位可以想想说有些同学我记得以往都有几个特例的同学他会说我专题要自己一个人一组 但是后来有一些老师讨论之后他们觉得说专题其实最好不要自己一组 所以后来要规定至少三个人 那为什么要规定至少三个人 专题到底想要让各位学什么东西 如果专题只是让各位写一个比期末作业更棒的更好的系统 那一个人一组有何不可 但是其实专题这门课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要让各位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一起的时候你怎么做事 这简化一下有些人称为团队合作 很多人一起的时候你怎么做事 那各位有没有人有团队一起写程式的经验了 从你进来到现在 很多个人写同一个程式一起把它做出来 有没有 几乎很少对不对 我看赛场的同学应该很少 即使像比如说建庭好了 建庭写程式他可能也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自己去结那个考题 你很少看到他跟谁一起写程式 这就是差别 那在外面呢 其实你几乎不会碰到那个一个人写程式的状况 绝大部分都是一堆人一起写程式 好 那等到专题的时候 你再了解这件事情就太晚 而且会有非常惨痛的教训 所以先跟各位讲一下 五个人一起写程式你想想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而且各位专题规模通常很小 最多就五个人左右而已 规模还算很小 三个人 一个人写程式 脱离了一个人写程式之后 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三个人写程式 五个人写程式 会怎么样 好 如果你今天想写个泡沫排序法 你能不能说 一个人的时候我写泡沫排序法 两个人写程式 一个人写泡沫 一个人写排序 没办法 那我们该怎么办 各自写各自的 各自写各自的 以泡沫排序法 这么小的东西而言 一个人写程式 绝对不需要两个人写 对 有需要 两个人写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这样做 我们写一个泡沫排序法 你怎么分工 最简单的方式 你怎么分工 两个人就好 一个写 写排序 对不对 泡沫排序 的函数 流程 一个写流程 一个写流程 画流程图吗 画流程图 然后一个写程式 然后这一个人 就是写程式的那个人 照着画流程图的人 的流程去写 OK 这个 这个 你可以真的做做看 你可以真的做做看 那 那 接下来呢 你去跟另外一个人对照 另外一组对照 那组只有一个人 就是他自己写完泡沫排序法 然后你们是两个人 合作一起写泡沫排序法 你可以试试看 谁比较快 哈哈哈哈 对啊 那 既然自己写比较快 你为什么要分工合作呢 可能会出问题 可能会出问题 那所以既然可能会出问题 你觉得你刚刚的方式 就是说一个人写流程 画流程图 一个人写程式 这样的运作会顺利吗 你稍稍稍微想一下 这样运作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画流程图 说OK 画好了 就这样 然后写程式的人说 你在画什么 我看不懂 就算他看懂了 他会觉得 你怎么画得这么复杂 其实可以更简单 然后 最后呢 这个业界是有这样分工 业界这种分工方式 就是一个做系统分析 一个做程式 就系统分析师跟程式设计师 就是这样分工的 系统分析师去分析整个系统 然后画一堆图 然后由程式设计师去写 对应的一个一个的程式 但是这样的分工 其实是很困难 很不容易 那如果只有两个人 我会采用的做法是怎样 我会采用一个写泡沫排序 就是那个函数 另外一个写主程式来测试它 当然其实写泡沫排序的人 其实也会写一个主程式测试它 但是另外一个还是要再写一个程式来测试它 为什么 往往写程式的人自己测试的时候都用 都用一个典型的情况去测试 然后呢就说好了排序没有问题 正列超出大小也可能没有处理 OK 可能在某个Case上面排序是错误的 它程式没有测到 OK 当然以泡沫排序要错误是有点困难 但是越来越大的问题就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你要怎么分工是一个大问题 你有几个人怎么分工是个大问题 那这里其实在软体工程上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案子 是当初IBM的OS360 那OS360的专案的领导者叫做Blook Blook其实是少数以软体工程得图灵奖的一个大师级人物 那Blook那时候就在OS360上面 他们最后做得很好 但是他们也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和困难 然后他后来写了一本书 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人月迷思》 The Miss Command Month 介绍给各位看一下 人月迷思或翻成人月神话 那这个你看二十年之后 这一个这本书又被再版 所以现在其实这本还买得到 应该还买得到 有还买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人月迷思或人月神话这本书 然后 Fried Brook 那这本书他在讲什么呢 里面有一个最经典的一句话 说做软体专案 比如说一个人要做十个月 不代表十个人做一个月就可以完成 就像一个女人生小孩需要十个月 不代表十个女人生小孩 就只要一个月就可以生出来 好 同样的 很多软体专案呢 通常会是这样 就是时间来不及了 家人家人家人 最后呢 那个专案就垮了 为什么 因为家人不会解决问题 而且会创造很多问题 那在学校里面写程式 这方面的训练是几乎真空的 除了专题以外 有一点点以外 但是其他的部分 其实大部分都是真空 所以各位 如果你在学校写程式 你没有办法 有团队合作的这种方式 有几个 一个是透过专题稍微去体会 另外一个是 做开放原始码 跟全世界的 城市人一起合作 你可以体会合作的流程 做开放原始码的时候 你跟对方可能都不会 都不会见过面 也没办法面对面谈 但是反而这样它发展出一种 远端的合作模式 比如说Github Git 这种版本管理软件 在Git之前 其实是SVN SVN之前是CVS 其实都是类似的东西 那你试着去用开放原始码 跟其他人合作 那这对你来讲 会是很有帮助 那这里有很多东西在学校 没有办法表达 比如说需求分析 在业界需要需求分析的情况很多 但是在你自己写的时候不需要 几乎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唯一的使用者 老师就是唯一的 唯一的检视你程式的人 但是很多东西在业界需求分析 一旦烂了 城市绝对好不起来 比如说业界想请你写一个ERP系统 那那个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呢 可能是生产线 比如说台积电 你帮台积电写 跟帮7-11写的系统是完全不一样 那你不能拿7-11的系统去给台积电用 这绝对是很荒谬的事情 那第二个你会在很多种可能性中去选一个 你有办法做妥协之后的结果 而不是在学校都是问题定义非常清楚 排序就是排序还能做什么呢 搜寻就是搜寻还能做什么呢 但是真实的软体专案不是这样 测试计划在学校几乎大家就是写完程式可以动就结束 有人会做什么测试计划吗 那跟不同背景的人 这也是个大问题 在业界即使是软体公司或者是软硬体公司 他们的人也不是只有软体人员和跟你一样的人 就算只有软体人员 而且每个人的专长也天然地北通通都不一样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跟他们合作 举例好了 像最近很常被看到的是网页游戏 你要做一个网页游戏 你要搭配的有前端工程师 后端工程师 每边 然后专案经理 那甚至你还要面对你的客户 那老板 然后呢 需求分析师 系统分析师 架构设计师 之类的 所以有很多很多复杂的情况 那刚刚看到的还是终端使用者 这绝对是要面对到 所以跟这些完全不同背景的人怎么合作 会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蛮困难的问题 我们一直都没办法做得好 那另外 因为 在一个专案起始的时候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 请问你知道你三年级的专题要做什么 你现在知道你要做什么 但是 我们往往每次都看到三年级一开始 然后一堆同学就很茫然了 他们分组了 他们说我们五个人 我们三个人 我们四个人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呢 比如说有同学来找我说 他要做游戏 好 那我可以当指导老师吗 那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他 那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他 请问你要用什么工具 然后呢 通常同学就是 我们打算用 Unity 这讲得出来这个还不错 我们打算用SNA 讲得出来也还算OK了 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用什么工具 原本葬 sangre 那太多每此都会妳不如在地上 第二个问题就问他 请问你写过哪些游戏 她说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写过游戏 那 第三个我就说 会跟他讲说 那我不建议你做这个专题 所以如果你三年级专题要做游戏 你二年级至少要去把游戏的课给修了 而且二年级要花很多时间去写游戏 你三年级才有能力做游戏专题 否则的话 你三年级的专题很可能一进去之后就挂点 然后期末就只好重修了 不过其实我们都有预期到各位会有重修的情况 所以我们特别专题排了四个学期 但是只有三个学期需要通过 也就是说留一学期让各位可以被当 但是呢 即使是留了一学期还是有人会连续被当两学期 所以这些人就要留下来继续念大五 所以你怎么能不事先知道你三年级要做什么 当你不知道你三年级要做什么 你下次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问你同样的问题 那你没准备好 我怎么敢指导你们的专题 我没办法 OK 那先声明 要做游戏的找赵老师 不要找我 那这里其实 每个老师有不同的不同的领域 所以你可能会比较适合找哪些老师 那如果你要做IOS的游戏 或许可以找李希杰老师 那另外 那我记得 利益相关者往往会有很多冲突 比如说 这个专案的客户他是出钱的 另外呢 公司是投资的 那这些人各有各的不同的盘算 所以你要做出一个系统 就算你做的很好 那个系统未必能成功的上线 举一个例子好了 各位现在一出生几乎就看到这一台 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其实这一台是有了 但是在更早一点点 大概我小的时候是没有这一台的 那时候有很多的工作 你会发现需要的是简单的技能 什么样简单的技能 比如说有一种工作叫做秘书 那时候的秘书呢 不像现在的秘书可能不太一样 那时候的秘书责任就是帮老板打字 打字机 对因为他们用打字机 而且你要想想看 打一整页都不能有半个错字 否则的话你打字机打错字上去怎么办 修正带 这就是他们专门的训练 而且往往还有分英打跟中打 OK 那因为那时候台湾其实做 做很多国外的那种 接类似带工的那种生意 所以英打也很重要 所以秘书呢 就是要会英打或会中打 OK 老板讲什么他打什么 就这件事情而已 那可是呢 到了有一天电脑出现了 大家发现说 打错了还可以改 你不需要再有那么强的打字训练 那这时候怎么办 你就发现现在即使还有秘书这个职位 做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时代转变的时候 当你想要在那个公司里面推动 比如说电脑化 然后写一堆程式给他们用的时候 谁会反弹 第一个秘书就会反弹 为什么 你用电脑取代了打字机 他们不会用 你用电脑取代了打字机之后呢 所有的利益都会重新洗牌 秘书会没有工作 他为什么要配合你做 改变这件事情 会是很大的麻烦 这利益相关者 往往会决定一个软体的成败 接下来呢 不让利益相关者失望 一定有人会失望 但是怎么样子还能把东西做出来 这其实很困难 那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真空里面写程式 我们是在那里面应该是 我们也去批评 在这个创造 發展 這就是 我还是会 你们最近选课有没有更动 还是用那个效务系统再选课吗 同样的效务系统再选课 OK 那我告诉各位 我们老师这一边呢 打分数已经改用另外一套系统再打分数 用本来是那个效务系统那边 那现在改用eCampus OK再打分数 而且你想想看 eCampus的分数呢 进去之后要能够给原来的系统 输入到原来的系统 然后让它可以正确的显示在你们 未来的成绩单之类上面 那这就是真实世界啊 为什么因为效务系统 这个公司配合度比较不好 然后呢我们被迫 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这个公司 然后觉得他一直跟你要钱 所以就想改 那有些人就想改 像我就没那么大的勇气 所以如果如果我去做电算 我绝对不会想改这件事情 但是像赵老师就比较有勇气 所以他们就就改了 改了在一个系统上面 再外包另外一层 那一层呢 的资料还要写回这一层 那而且呢 到时候如果你真的要转换 整个转过来 那你这一个系统要废弃 它的资料全部都要弄出来 放到你新的系统上面 两个格式能不能相容 能不能一致呢 那如果稍微转换的不好 就会有些人的成绩不见 所以各位的成绩单 最好你印一份 放在你的柜子里面 以免未来 你真的联想申请成绩单 就申请不到 这个是真实世界 就是会有这种 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那各位可能有 如果未来有人去银行工作 各位知道银行是 很保守的一个单位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 电脑系统 用IBM PC 进入到银行 其实往往都只在表层而已 它的里程 其实很多都才是大型主机 所以 有一种工作 一直到现在为止 都还很抢手 那一种工作的人 他的薪水 往往是普通城市人的两倍 各位知道是哪一种工作 它还是写城市 机房管理 是不是 系统管理 什么样的系统 的管理 银行的系统 什么样的系统 可能各位听都没听过 什么系统呢 有一种程式语言叫做COBO 有没有人听过 Cobo Cobo大概跟Fortran是同样年代的东西 Cobo这种程式语言 现在几乎只存在大型主机上面 还有人在用 其中最大的客户就是银行 所以 会COBO的程式 程式人 在银行 是必要的 而且 一旦出缺 他一定要补 而且重点不是一个程式语言而已 重点是你除了会COBO 你还要会银行里面的那种系统 像IBM370 那种机器是你外面通通都不会去用到 所以这种人呢 他的薪资往往是一般的两倍 像在美国的话 年薪可能一个城市工程师的薪水是十万美金 也就是大概三百万台币 OK 这种人呢 要二十万美金你才请得到 要六百万台币 Cobo城市设计师 Cobo系统管理者 OK 那再来 学校通常比较简单 我们在做的东西往往都像玩具一样 真实世界通常非常非常复杂 那所以呢 我们 在学校所受的软体工程训练 其实 是不及格的 非常不及格 那真实世界的城市嘛 会非常的不同 在学校我们就是 诶 用出来一个城市 教作业就好 但是 在真实世界里面呢 因为有那么多人 都一起合作 你要怎么维护这样一个系统可以运作 会是很大的问题 你除了要写得出来还让人家读得懂 那而且你真正面对的时候 你还要面对一堆 你完全不知道他在写什么的城市嘛 你完全没有办法读懂的 甚至还有一些呢 是连城市码都不存在 但是系统你还是要继续维护的 有没有听过什么是连城市码都不存在 系统你还是要继续维护的状况 有吗 有人了解吗 我稍微听过 城市码根本不存在 但是系统你还是要继续维护 那个系统还是要继续跑 但是他所运作的城市码 不在 你还要继续改 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你只有执行档或DL楼 对于一个系统里面 某些元件你只有执行档或DL楼 你完全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写的 你也没有原始码 但是你必须要把这个元件放到 你的系统里面跟你一起合作 出来 而且那个系统的DL楼或ESA档 不是微软写的 没有文件 没有说明 你要怎么办 真实世界就会碰到这种情况 我之前在 同学的公司里面碰太多了 所以 虽然我很喜欢写程式 但是我很不喜欢去业界写程式 那个环境 不是你 完全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可以掌控 非常不喜欢在业界写程式 但是有些人可以 有些人 真的不知道是怎么训练的 他那个 什么样的东西他都可以拿来 拼拼凑凑然后做出一个系统出来给你 这是不可思议 好 所以呢 这个作者觉得 学术界应该将 学生 暴露在实际的环境下 而不要回归到专业训练 他说医生 在某一个时刻 必须要面对尸体来确定 他们是不是适合做这行 然后 如果他知道说他20岁就要接一个 2万行 其实这个很小 2万行 业界200万行的程式 多的是 那 2万行的专案是 有一堆不同的Programming Style 不同的程式设计方式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技术架构所凑出来的 而且他三天内要改好一个Bug 这个非常仁慈 三天才改一个Bug 其实是很仁慈的 在业界一天要改三个Bug 而且那个Bug小到 一年都不会发生一次的 所在多有 你要怎么改 一年都不会发生一次的Bug 一发生 就克数 你就很致命 你要怎么改 那会很麻烦 所以 他说如果他知道这种真实情况 其实我觉得他的真实情况 还是非常宽松的 那如果他知道这种真实情况 他会不会改做别的 他觉得他应该会改做别的 但是真实的世界是这样子的 你要做这一行 你要做这一行 我记得我 十年前 在同学的公司做的时候 做到最后 我跟我同学说 不行了 我一定要回学校 我受不了 他说 头都洗了 怎么可以这样 我说 没关系 我可以把他擦干 最后 变成这种局面 不是我们所乐见 但是 没有办法 我们两个 一起创业 到最后 泡沫破裂 到最后 泡沫破裂 OK 所以 这一篇文章 我是觉得写的还不错 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我就在想说 如果有 大部分的资工系同学 在上大学就知道 他未来所要面对的那种真实情况 还有多少人会愿意 继续留在资工系 继续留在这一行 设定自己未来想当一个程式人 但是 反过来想会是一个好事 什么好事呢 如果你 已经非常清楚真实世界的情况 你最后还是选择要留下来 那代表你有超强的动力 我们 应该反而 教育的品质会提高很多 OK 那大部分的情况是大家都不知道 然后呢 在学校呢 也没有足够强的动力 然后出去之后 一面对这个世界 就垮了 那这是一个 跟各位分享有关 两个环境 不同环境写程式 你 从专题里面 就应该得到这个训练 你就应该 去尝试这样的东西 到最后很多组的专题的写程式呢 对 因为这样子就不用分工了 全部都是他做 跟我无关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是非常糟糕的情况 你要去尝试 不是五个人都去写 譬如说 三个城市的 一个美工 一个组长 负责文书 之类的 那这个 有很多 各种不同的方式 然后 往往呢 有些组 会是这样 就是 所有喜欢城市的 通通都在一组 然后呢 五个人都写城市 那种组往往死的很惨 喜欢城市的都在一组 五个人一起写城市 那种不是好事 那你的 专长是要搭配 要完成一个东西 没有那么简单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